有点不一样 我这个人只要听到真理一次 我永远不会忘掉 这是我最大的特色 也是我师父师公给我讲 他什么时候给我讲哪一句话 我都背着 包括我师父师公 包括我爸爸现在往生了 他给我讲的任何一个有用处的话 我一辈子都会记得 自然在心里面 所以各位要做一个像海绵一样 去追求真理的人 所以各位不要天天就待在你的家里 待在你的范围 然后不去关心 所以我也一直在想说 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要带着 1250位阿罗汉那边晃来晃去 人家已经证阿罗汉了 不用晃了 因为佛陀要让阿罗汉去看世界 也让世界来看身团 因为阿罗汉能够发起 成佛的菩提心 而不要在个人的小秤的解脱的状态了 这样对世界没意义 佛陀是为了让众生成佛而实现的 阿罗汉是一时的修行的方便 所以同样的各位也应该多参访列国 也不要光喜欢的地方 越贫穷的地方也要去看 进步的地方也要去看 就像我到德国去那时候我们就参观 我这个B&W Benz 我要参观Google 这些他们怎么作业的 每一个地方的博物馆 历史 你都要去了解 只是这个了解不是为了考试 我们以前在学校是为了考试 现在是为了成绩在了解 现在是为了融入于对方 帮助对方 要了解 印第安人 像我下个礼拜要去美国了 美国的历史 从印第安人到独立 然后到怎么样 你到全盘的了解 美国现在有三分之一的 非一的美国人 甚至美国有很多现在 这些没有家住的 这些流浪汉 甚至美国有什么高级的地方 哪里哪里都要去了解 好 所以现在我们来念阿弥陀佛好不好 所以请各位记住 为了念一个阿弥陀佛 师父还真啰嗦了 意思是说 我每一件动作 我都有一个佛法的正念 来支持我这个行为 吃饭 走路 穿衣服 都有它的目的 就像我今天要上台了 我这个衣服就要 赶快 虽然今天没洗 我们在外面不方便 又没人会烫 哪里脏掉了 弄一弄 哪里脏掉了 连足 呼吸 什么都弄好了 因为 因为让别人看到佛法的清静 而且各位你听我在讲话 我手来比来比去 免得一幕前 太无聊了 这样不讲话了 这样静静 连也没笑 没眼神 什么都没有了 还没看都睡着了 因为我们现在是卫星直播 全世界都在看 所以以后各位知道这个了 你要参加法会 我们现在的法会 完全都用卫星直播 一部手机 手机就是到场 船八观在界 百餐 七月六号开始 美国短期出家 要不要参加 在家里 OK 你就手机拿出来 跟着三归音五界 菩萨界 对不对 因为重点是心态 你要利用现在的 以心传心 大家心心相应就好 相信 相信 你相信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有没有在这边 你相信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有没有在这边 永远背这句话 来 弥陀在我心 此地是净土 念佛当下是佛 对 所以把地狱念成极乐世界 好不好 把鬼道念成佛陀的化身 他们马上就坐在莲花了 所以一切为心照 所以你要掌握你的心 你就可以改变世界 爱世界 爱众生 来自于爱你自己 让你的心安住在佛性 安住在念佛 那世界跟众生 就会改变 世界变净土 众生变阿弥陀佛 他就超度了 他就离开烦恼病苦 离开忧郁症 以这样来改变自己 不过我还是要交代 请各位多问别人 你看我这个人怎么样 好不好 我才不问他了 事实上他最了解你 敌人是最了解你的 但是你要度你老公 你改变了你才可以度他 你不要一直讲他缺点 你要度你儿子 你改变了你就度得了他 但是素氏的因缘 你总要去圆满这个缘分 所以很多人说师父我要出家 我说你结婚了吗 结婚了 可不可以说 可以 你再还完了 度完他呢 你就自然出家 没有他同不同意这两个事 决定在你自己 你自己 自己的决心 包括你自己的这种种种的功德 对方虽然不舍得你 但是对方心里了解 这个因缘到了 他会祝福你 如果你是真实在修行 他将来就算这辈子不能理解你 下辈子因为你而达到极乐世界 他更感谢你 所以在这一点 我想你还是要 透过周围的环境来了解自己 不能舍弃你这个周围的环境 所以你住在伯明汉 因为你经常在修行 念佛送行持咒 你也感觉到伯明汉 因为你的存在而开始有一点进化了 那这个对世界就会产生力量 慢慢慢慢慢慢扩道 你越有信心 越有悲心 对整个世界的影响就越大 所以学佛不要批评世界 这个世界的纷纷扰扰 让我们更相信佛法而已 这个世界本来就五族二世 而且是个善道 如果你去鬼道地狱道 那就批评不完 所以不要去跟这个世界搞对立 不要去公开批评社会 国家制度 人事物 一切在你内心里面 你心清静了 一心念佛 世界就改变 对方也会改变 不要因为对方让你起烦恼 不是担心就是烦恼 那你又离开决性佛性了 就算你来出家也没有用 因为出家者是李光头 而佛法却在心里面 所以我想大乘佛教部分在家出家 只要你能够一心念佛念法念生 就能够当下 当下得到自在 所以各位我讲那么多 我们现在自己大家都变成阿弥陀佛 无量无边的阿弥陀佛 普照整个六道友情 法界众生 好 大家合照 以大悲心菩提心 自己变成一个阿弥陀佛的代表 愿众生离苦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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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以此功德 庄言佛净土 上报父母祖先恩 上报所有众生恩 上报世界各国家领导恩 上报三宝加持恩 夏季地义苦 夏季恶鬼苦 夏季所有动物苦 回向所有流产胎儿 所有苦难友情 所有病苦者 贫穷者 业障者 同享功德 若有见闻者 西法菩提心 尽此以报生 同生极乐国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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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各位经常这样念佛好不好 那个时候 哎呀 什么都痛苦都没有了 但是你不能说 师父我念完以后 我膝盖还在痛 怎么没有用 那就代表你没有在念佛 你在念膝盖 虽然我们念佛 但是我们接受夜报 因为这个夜报 是帮助我们念佛的助援 哪一天你念佛念到突然断气了 那不是正好吗 刚好往生净土 好 所以各位不要在乎世界的 这些生死变化 活到三十岁 往生净土 还是活到八十岁 得癌症而死 你要选哪一种 对呀 对不起了 还没结婚 怎么 你不能执着世界 往生净土 最大的障碍 是什么 就是执着 放不下 有所求 往生净土 最重要是要 对这个世界的变化无常 了解 能够接受它的变化无常 但不执着它 我们来这个世界 来还债的 好不好 来报恩的 来还债的 当然也有人 对我们很好 我们来报恩 对我们不好 我们来还债 因为没有人对你不好 你怎么需要忍入空性 对不对 你才会有起心动念 你才知道说 哦 还有一个我在生气 我要借这个机会 来净化这个我 所以念佛要接受一切 所谓这个艳离心 佛教喜欢讲空性 那就是平等接受 无有分别 那我们要保持这个心态 但是如果你有分别心 或是对立心 我怕对方对不起我 那你这个念头 就会招感很多 对不起你的来找你 不要惹我生气 不然我会报复你 那你这个称恨心 还在你的潜意识里面 那你来的都是称慧的人 称慧的事情 会让你恶性循环 所以心念改 世界就改 你用一个原谅包容 慈悲 来的人都要来原谅你 来包容你 来对你慈悲的人 所以各位 从你的世界 从你的家庭 从你的儿女朋友 看看你是什么人 也很容易看 但是念头改 世界就改 所以各位刚刚这样 专心的念佛 对我们有帮助 如果你再读一遍佛说 阿弥陀经 你更有印象 然后呢 你又专心的念佛 这个就是佛法 世间 你要随顺因缘 他已经生病了 他已经这样了 他已经变成那样 你操心担心都没用 很多妈妈就是 师父 我儿子帮他加持 你让他考上学校 我说有一种不用考 佛学院 因为他保证考不上了 他那世间都考不上 佛学院他可以考上 不用考 他愿意来就不错了 但是他有一种主宰的心态 我一定要我儿子考上 用多少钱我都要让他上 这个就不接受 你这样来念佛 佛就加持不了 如果我念佛 我接受他考上 我也接受他考不上 虽然他考不上 他认识了一个念佛的朋友 对不对 阿弥陀佛会安排的 这个考上不会学佛 不要让他考上 这个考这个学校 会学佛 让他考上 阿弥陀佛会不会安排这个 你娶这个老婆 让你不学佛 虽然漂亮有钱 他叫你离婚 代表你念的不错 你跟这个人在一起 他会让你学佛更认真 护法就是忙这些事情的 护法不在乎世间的快乐痛苦 护法在乎的是 你最后会不会学佛往生净土 让你成功往生净土